开门 不 你瘋的头盒 瘋你 半夜 美琪又被爸妈的吵架惊醒 他这才知道 为了不让他爸回家 他妈直接把锁都给换了 听着爸妈的对骂 美琪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早就习惯了 习惯在爸妈吵架时 自己拿钱付消费 习惯在争吵中 喂跑自己 他成熟的根本不像个孩子 爸妈一吵架 他就在旁边做自己的事 当爸妈吵完想起他 他才笑嘻嘻的找他们陪自己 美琪从来不会生气 也不会抱怨 懂事的 让人心疼 这一天 好朋友来参加过夜 有了朋友的陪伴 美琪脸上终于有了孩子的天真 他们一起做蛋糕 一起转货拉圈 一起追逐打闹 美琪好久都没有玩得这么高兴了 但他妈妈却带着胡棚狗友 在家里抽烟 喝酒 听摇滚 把美琪的朋友都吓坏了 夜还没过完 朋友就吓哭了 赶紧叫妈妈把自己借回家 但美琪妈丝毫没有觉得自己错了 反而大妈别家事多 小小的美琪都在楼下听着 美琪急了 很快 妈妈的事责 就让他失去了美琪的独立抚养权 法官判定 他和爸爸轮流照顾美琪 以自识天 每次轮到妈妈照看美琪时 他虽然嘴上叫着美琪宝贝 说自己超级想她 但转身就把美琪丢到一边 只顾着自己打电话 为了偷懒 还找了个老太太照顾美琪 哪怕美琪明确表示了不喜欢老太太 他也不理会 妈妈还火速给美琪找了个后把 就为了在抚养圈大战中 占点优势 但没想到 相处下来 美琪还挺喜欢这个后把 而妈妈居然吃醋了 他借故把美琪喊进了录音棚 不让他和后把玩 甚至美琪给后把读绘本时 后把只要表现得很热情 妈妈就会阴阳乖气 美琪被吓到 他藏起了绘本 可能再也不想朗读了 没几天 美琪发烧了 妈妈赶紧来爸爸家接他 但只陪了他十分钟 就又把他读给后把 自己询演 没办法 后把只能把美琪 带到自己工作的酒吧 懂事的美琪也没怎么抱怨 乖乖跟着后把 在酒吧里等他下班 但第二天 后把带美琪上街时 却突然看见了妈妈 正当闲逛 可妈妈不但没愧疚 还一个劲地指责后把 终于后把给他逼走 为了抢女儿 美琪的爸妈 在幼儿园门口吵了起来 他们完全不在乎 老师还在旁边 最后 妈妈硬生生地把美琪拽走 临走还不忘 对爸爸说个中指 没办法 爸爸只好趁妈妈 不在家时来看美琪 他买通了保姆和门卫 让他们通风报信 但还没陪美琪多久 他就得像做贼一样 赶在美琪他妈回家前溜了 没多久 爸妈终于离婚了 法官判定 他俩轮流照顾美琪 没人十天 爸爸高兴地接走了美琪 但美琪刚想和他玩 就又被他丢给了保姆 第二天 妈妈突然给美琪送了树花 爸爸牵手后 背着美琪就把花扔了 但他不知道 美琪早就看见了 大人总是这样 以为小孩什么都不懂 但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 还好包姆对美琪很好 他发现了这项花 还要帮美琪做成干话 美琪高兴地 学出自己最爱的话 和包姆一起把他们压实 交谈间 包姆告诉美琪 爸爸要和他结婚了 但美琪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似乎是早就明白 自己的想法 对大人来说并不重要 婚后 爸爸就更不关美琪了 他每天都把美琪认给后妈 让后妈接美琪放学 带美琪玩 而他自己 则忙得不见人影 公园里美琪羡慕地看着湖上的帆船 想起了爸爸带他坐船的承诺 但回到家 他才发现 爸爸又出差了 后妈赶紧给爸爸打电话 告诉他美琪发烧了 爸爸却只是责怪妈妈 怎么没把美琪接走 可怜的美琪小脸受得通红 还要听自己像皮球一样 被踢来踢去 可几天后 爸爸回来时 美琪不但没有怪他 还热情地给他拥抱 小小的年纪 他却早学会了乖角和讨行 但爸爸就更加过分 他甩掉了后妈 还告诉美琪 他要去国外工作 可能再也不会回来 美琪讨好的羊球 或许爸爸能带上他一起 陪在他身边 但爸爸却把他送回了妈妈家 自己走了 可怜的美琪又一次被忘在了幼儿园 校长打了800通电话 都找不到他爸妈 最后来接他的居然是他后妈 但后妈还没把美琪领走 就又跑下来一个男人 自称是美琪的后爸 美琪看着这个陌生人 害怕地躲在了后妈身后 但后妈还有事要做 只好把美琪叫给了他后爸 懂事了 美琪没有抱怨 乖乖牵洗了后爸的手 跟着他回家了 因为妈妈有盲目玩的事 所以美琪被他叫给后爸照顾 还好 后爸人不错 他会给美琪做好吃的 会和他玩捉迷藏 陪着他一起当幼稚鬼 在他身边 美琪终于变回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 他很喜欢后爸 甚至向全班同学介绍了他 这个是我的新父母 我的父母威了我的女孩 所以博物威了我的妈妈也威了 可惜后爸也要工作 他想把美琪叫给亲爸照顾 但亲爸根本不见人 只有后妈愿意带着美琪 为了感谢后爸 美琪和后妈做了个蛋糕 一起送给了后爸 他们相处得很好 亲爸亲妈不在的日子里 后爸后妈就会带着美琪一起玩 他们会陪他去看戏 带他去逛公园 在他俩身上 美琪终于找到了去世的父爱和母爱 但没多久 美琪坏脾气的亲妈就把后爸气走了 可亲妈只陪了美琪一天就又得去工作 但他已经找不到人照看美琪了 于是 亲妈又将美琪送到了后爸工作的酒吧 希望后爸能照顾他 但后爸早就辞职了 可怜的小美琪 只能跟着后爸的同事在酒吧里苦等 折腾了一晚上 美琪太困了 他直接趴在椅子上睡着了 幸好后爸的同事很好心 他将美琪带回了自己家 让他在自己床上安睡 可美琪看着陌生的他还是被吓到了 同事联系上了美琪的后妈 他赶紧来把美琪接走了 后妈带着美琪回到了乡下的家 在这里美琪很快乐 他每天都会跟着后妈一起去海边踩水 在沙滩上玩沙 为了让大家放心 后妈给美琪的亲爸亲妈 还有后爸都发了消息 但最后 只有后爸赶来了 他们仿佛美琪真正的父母 每天都陪在他身边 和他一起玩 最后 他们还帮美琪完成了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带他去坐船 草地上 美琪往船的方向自由地奔跑 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爱和幸福 感谢观看